超雷俠你來啦 村長說要把我們的村莊賣給超級富翁啊 你好 我出家一百顆竹木粒啊 你的房子賣不賣 莫名其妙啊 為什麼要賣自己的房子啊 你過來就問我房子賣不賣 你們不會把房子都給賣了吧 是啦 超雷俠 我們都以最高的價格把房子給賣了 這個富翁答應我吧 在我們房子周圍會見許多娛樂設施 而且我們還可以在這裡住啊 並且天天有大魚大肉吃啊 我是不相信天上會有掉餡品的事情啊 你們還是清晰一點冷靜一點吧 說不定他就是騙人的騙子啊 我沒有必要騙人啊 你問他們是不是收到錢了 你們都收到錢了嗎 都收了 不會吧 你們真的覺得他會把我們的村莊改造成豪華場所 供你們居住嗎 這個是我們住了幾十年的村莊啊 你們就一點感情都沒有 重點是我們都收到錢了 而且還可以在這裡住啊 你說何而不為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房子給賣了 超雷俠如果你不賣的話 那你就自己再外面住吧 好吧既然你們心意已覺得我又勸不動 那我就不勸你們了 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天上會掉下餡品嗎 把你的房子呢 給翻起這豪華別墅還把錢給你 最後沒有人還每天購你吃購你喝 我是不是有這麼好的事情啊 算了我就 自主一點自己睡自己的小房子吧 啊只有這樣啦 嗯還是自己的房子睡得香啊 我已經睡了一個整覺了 啊不知道我的鄰居他們如何了 他們的房子呢有沒有修建好來啊 聽說不是說這個富翁要把他們的房子建成豪華別墅嗎 啊現在到底什麼情況了 哦呦 哇 這什麼這這這什麼牆 哇 這我如果沒看出的話是水晶牆啊 難道那個富翁說的是真的 他把他們的房子呢全部變成豪華別墅了 哎呀我怎麼有點擔心啊 感覺這有點不現實啊 不行不行我們要去看一下 哦呦 這個房子真的像他所說的把他們變成豪華別墅了 而且門口呢還有兩個保安在這邊執勤啊 啊那我現在呢不是這裡跟他們給分開來了 哎呀他們在這個豪華別墅裡面 我呢就在外面了 這邊呢還有豪車啊 這個富人呢真的是挺有錢的 但是我有點擔心啊 他們到底有沒有像他們所說的 給他們好吃的好喝的 不行啊我一定要闖路進去看一下 希望他們讓我進啊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哎呀 你不能進去啊 這裡呢是我們的這個私人豪宅 為什麼不能進啊 難道你們在裡面做一些偷雞摸口的事情嗎 算了我不去啦我直接回家了 超雷俠等一下你想參觀對不對 我怕參觀以後呢你會後悔啊 不會啦我有什麼好後悔的呢 我只是想確定一下我的村民呢 在裡面過的好不好啊 必須很好啊 因為呢我答應他們給他們好吃的好喝的 你進去看了就知道了 是嗎難道他們真的過的挺好的 如果過的挺好就好啦 哎呀這塊土地是幹嘛用的 這個你不用管現在已經是我的院子了 好啦我才懶得管啊 主要是我們的村民過的怎麼樣 超雷俠你來了 你看我們真的過的挺好的吧 這個父母們答應我們啊 每天給我們好吃的好喝的 對呀你要不要也把房子賣了過來加入我們啊 呃加入呢就算了 我只是想過來確認一下 你們過的到底好不好 看來卷子有像他說的 你們都過的挺好的 那這樣我就放心了 你還可以加入啊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啊 算了這種生活呢不適合我啊 我還是喜歡普通的生活啊 啊只要你對他們好就行啦 好那我回家啦 你們這裡慢慢吃吧啊 你們怎麼幹活這麼慢 還想不想要吃的啊 哎呀你個大騙子啊 騙我們說每天有好吃的好喝的 沒想到是來騙我們幹活的 我花了這麼多錢叫你們來 你們必須要幹活啊 這傢伙呢終於原形畢露了 你們還好嗎 真的是啊非常的不好啊 這個瘋了 我今天讓我們幹活啊 還不給我們吃的 你最好少管閒事啊 我跟他們有合同的 他們必須每天給我幹活啊 啊沒有幹活還想有吃的 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花了這麼多錢啊 養一包廢物的 可是你之前都說過啊 給他們好吃好喝的 為什麼你反悔的 那是我嘴巴上說的 合同上的血量可不是這樣 你最好趕緊揍啊 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可惡啊原來這個是套路啊 你們等著啊 我一定會來救你們的 啊我們到底要怎麼辦啊 他們現在有合同啊 我沒辦法直接讓他們出來啊 嘿我在你背後 說不定這個事情呢 我能幫助你啊 哦真的嗎 你是誰呢 我是一名律師啊 剛剛那個人在說話的時候呢 我都要全部幫你給錄音錄下來了 他說呢 每天給他們好吃的好喝的 結果讓他們幹活啊 他這個是合同詐騙啊 我們可以用合同詐騙來起訴他 哇太好了 謝謝你幫助啊 那我們就趕緊進去 把他們給解救出來吧 你怎麼又來了 保鏢要把他們趕出去 等等我請了律師啊 讓我的律師呢跟你說 我是律師啊 你們剛剛的對話呢 我都錄音了 你騙起他們的房子 還騙起他們的免費 給你做勞工啊 你之前答應他們的免費 好吃好喝的 你都沒有做到 所以呢你屬於合同詐騙了 我只要把這個 交給警察你就完了 哎呀 一到一到一到 董行的啊 我們趕緊走吧 對不起啦 以後我們再也不這樣幹了 太好了 謝謝你啊律師 不客氣啊 以後呢你們就要注意啦 天障了 根本就沒有掉線名的死心啊 你們聽到沒有啊 聽到啦 聽到啦 這也沒有下一次了 好啦 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啊 我是超雷俠 希望我的結束 記得點讚加關注哦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